俄罗斯海军被乌克兰给打怕了 给自己的潜艇都加上了防护棚 这更加凸显了俄海军现实的无奈 大家好 我是施涛 最近美国的相关军事网站是通过卫星照片 发现俄罗斯海军的新斯罗斯克基地 它停放了基洛级潜艇的围壳上 竟然也加装了类似于俄罗斯坦克上 加装的这种防护棚 那么这种防护棚看起来其实是很突兀的 但是它却能够有效的防护住 潜艇围壳上的人员出入口 能够很好的起到对抗乌克兰自杀式无人机 以及巡飞弹等等空中来袭目标的目的 另外在潜艇旁边的码头上 还用黑色的油漆 图出了类似于潜艇 俯视外形的这么一个轮廓 那么这恐怕是俄海军借鉴俄罗斯空天军 在图95停机坪上涂刷 伪装标志的这个思路 给潜艇部队增加的新的一轮的这种防护手段 那么大家都知道 在此轮的这个俄乌冲突之中 俄罗斯黑海舰队是遭到了乌克兰重点的打击 那么被打沉打伤的军舰已经有十几艘了 可以说经过这次俄乌冲突 黑海舰队是元气大伤 连自己的旗舰 莫斯科号巡洋舰都沉入了海底 但是以目前俄罗斯的军力状况 以及它的科研实力 还有就是战争的需求 那么俄罗斯海军是无法得到 他们想要的装备的补足 特别是在于对抗包括自杀式FPV 包括巡飞弹等等这类的 低慢小目标的拦截能力 以及电子对抗能力上 俄海军的缺客是更多 那么这其实是自苏联解体以来 俄罗斯在电子工业上 果足不前的一次集中的体现 那么不只是俄罗斯海军 遇到了防范无人机的问题 包括了俄罗斯空军和俄罗斯陆军 都遇到了相关的难题 那么他们的解决办法 是在商用市场上采购无人机干扰器 但是在最近的俄乌冲突前线 已经出现了无人机干扰器 无法干扰乌克兰新无人机的问题 原因是商用的无人机干扰器 干扰的都是类似于大疆这样的 航拍机的频率 但是乌克兰方面目前已经取得了 使用新无线电频率的无人机 那么这就使得俄军目前装备的干扰机 已经失去了干扰的效果 那么在这样的考虑下 俄方可能不得不在自己的这些关键的主战兵器上 都加上这种防无人机的顶棚 那么最新的就是咱们看到的俄海军 潜艇上也加装顶棚 当然了这种顶棚一般来说 是在停扣的时候才会加装 那么在出航的状态下 一般就是会撤下来的 因此不会影响潜艇的水下性能 但是这种滑稽的这种防范方法还是突显出 俄罗斯目前在关键目标上 防空火力电子干扰火力的极度不足 而这种不足以目前俄罗斯军事工业的研究 以制造能力来看 短时间还是无法得到解决的 那么这正是目前俄罗斯要维系俄乌冲突 继续进展下去 面临的最大的一个困难 但短期来看 俄军恐怕还要在这样的困难中继续前行 目前俄乌冲突已经进入到了一种 比拼消耗的阶段 双方只能咬紧牙关 顶着压力继续的相互绞杀 目的就是撑到对方扛不住的那一天 不过我们现在似乎可以比较乐观的估计 俄乌冲突可能即将迎来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那么同样我们也希望和平尽早的降临到这片 多灾多难的土地上 大家对这期话题有什么看法 欢迎收听我的交流 感谢您的关注点赞转发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